我去鱼团抓鱼了 你在家里乖一点哦 哦好啊那我去了啊 走抓鱼去 走 快点快点 小黑走 大黄开路 小白第二 小黑你也快点你不要老是在这里找蝗虫吃 走吧不用等我 我知道路啊 小白你走前面注意安全啊 今天去把鱼团的水放干 然后放干了之后等几天等它泥巴晒干了就把它挖深 我要挖到明年五月份 呃看一下能挖多深 预计的话是至少要挖一米深啊 呃当然了我也不能每天去挖鱼团 因为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呃就是尽量抽时间去挖 呃挖的高峰期应该就是在冬季的时候啊 因为冬季没那么热嘛 可以整天挖 你像这个季节的话 基本上就是早上或者晚上的时候挖一下 大黄鱼团在哪里 啊 哎呦他在直 直到往鱼团走了 要不要洗个澡啊 好 让开 海到你了 放手抓鱼了 等一下帮忙抓鱼啊 你们三个好好看着啊 有鱼跑出去马上逮住 大黄你要带头 应该是没什么鱼了 那个地方深一点 所以那个水很浑浊 鱼应该都在那个位置 就在这里跑 大黄下去抓鱼啊 你给没跑多少啊 都放了一个多小时了 可能还需要放一个多小时才能放得干 因为那山上面有远远不断的渗透水渗透下来 所以这边一直在放那边一直在进水 好啊 抓鱼来来来来 快点 来 快点快点 哇 不少快点下来下来 这条你们稍能不能抓住 都不怎么找哎呦 放下去就有这么大呀 大的比这个还大 又想吃鱼 又想不劳而获 想吃鱼接下来抓吗 抓到就算你的 我保证不要你的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观看 漂亮 直接按在泥下面去 哇抓到两条 直接按在泥下面 这样是非常的稳 这有两条 直接按在泥下面去 只按到一条 这有一条 抛出去 这一条 按下去 哦 按下去 你看 往泥下面按的话 基本上是百发百正 要不要 你想得美 自己不下来抓 如果一碰到鱼 就立马把它按到泥下面 要不然你抓到是很滑的 刚才没按到 这么小一条 好了 这条就赏给你吧 来来赏给你 是吧 这条也小 大黄 这条给你 来来 小黑你刚才吃了一条 这条给大黄 大黄还是眼疾口快 有十几条吧 都是鲤鱼 这里还有一条 两条 来大黄 鲤鱼有口福了 大黄 小黑了 你来 大黄不得了 来 自己到田里去捡 小黑你就让着他 他马上以后就做妈妈了 你让着他 大黄不得了 小白你累的不行了 你还是要好好多锻炼锻炼 你只知道去追小猫 现在把鱼放到另外一个鱼堂去 家里还有干鱼 和上次赶集买的西石斑 牛给小猫吃的 你不能吃多鱼 你吃多鱼容易得皮肤病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你要多吃点饭 多吃点肉 你不要舔我 一条 两条 这条大 三条 四条 哎 别哥 快去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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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都已经要四点了 到山里面就是忙着一点活 也是一天的功夫 这个西红柿汤泡饭很好吃 大黄你的要等一下啊 有的朋友他说 根本就不用去挖鱼塘 他说鱼也很便宜 经常走出大山 比如说买鱼买肉啊 这样我就不喜欢 所以的话我就养鸡养鱼 他只吃鱼饭了不吃 我这里面不是鱼 上次在集市上买了 差不多五斤西石斑 被他们都快吃光了 过几天还是要去赶集 给小狗小猫多买点菜 我自己无所谓 我自己一个星期 或者哪怕是十天半个月 吃一次肉都可以 但是小狗小猫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他们要吃好一点 晚上这些虫子实在太多了 哇 这个摸起来真的很舒服 好 加上你六只 很聪明 你睡在这个门口 保护他们 看一下152呢 哦 你又住那里啊 完了 哇 他那下面蚊子好多 你看 这山里面的蚊子好多 而且还都是那种花蚊子 就是他的身上 他的脚 都是有白色花的那种 那种咬一口的话 很痛很痒 你们有什么好的方法 能够不伤害动物的情况下 还能把这种蚊子驱赶掉 希望帮我分享出来 好 那就分享到这里 明天见